大家好,我是大伟 前段时间和朋友聊到了驼背 就讲现在驼背的人非常的多 从下到七八岁,上到六七十岁 很多人都是驼着背 小孩子是因为上学,体态坐姿不端正 那么年轻人可能因为工作久坐 在年纪大的一些人,长期也是因为久坐锻炼少 导致背就驼着 驼背这个体态非常的难看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怎么去正确的给它纠正过来 而且这个纠正过来,当时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我年轻时候驼背了 我老了以后也驼背了 这个人就纠正过来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我们背,其实讲白了驼背 就是我们的脊柱过度弯曲的 脊柱过度弯曲的话 只要你的脊柱是有灵活度的 它都可以随意的切换什么呢 你看驼背,探紧,回正 都能随意的切换这几个形态 所以你的年纪哪怕再大 只要做了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个正确管理我们身体体态的方法 就能够快速的把我们的驼背调好 让我们的身姿变得挺拔 身体越来越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 这个动作其实非常简单的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堵墙 然后人面对着墙 面对着墙以后 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小臂全部贴上去 小臂贴上去 贴上去以后 身体要调整距离,腿微微往后撤 感觉什么呢 这个人压力,力量全部压在墙上 压上去以后 腿微微弯曲 形成一个类似于深的状态 把这个头你看向上看 看哪呢 看上我们的手 看上我们的手 身体往下压 就这样保持住 这个动作其实是什么呢 就通过一个空间的架桥 你看身体像个桥一样 利用重力 包括我们的抬头 去强化咱们整个后背的肌肉 再加上我们一个挺胸的姿势 让我们的肌肉回归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从而达到了一个调整 我们脊柱 让我们的胸口变得越来越挺直的一个状态 我们继续做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我们去做日常当中 你去做一个两分钟 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就这样抬一会儿 慢慢的抬 刚开始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做的时候 给大家提个醒 做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在旁边陪同 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 60多岁的 这个头呢 刚开始如果有人紧追不好了 你不要抬得很高 微微抬一些 一点点的加强 刚开始做个30秒 然后40秒 50秒 一点点加强 先让自己啊 适应的这个体势再去做 咱们就这样 年轻人啊 没有关系 年轻人啊 你头啊 想怎么抬怎么抬 年纪大一点的啊 这个头不要抬太高 一点点的去抬 我们一点点去尝试 就这样去保持一会儿 我陪着大家去做一会儿 大家可以马上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 好 那么做完以后啊 你去感受一下 你看做完以后 我特别给大家看一下 我很放松的一个姿态啊 很放松的一个姿态 你会明显的感觉啊 整个人啊 变挺拔了啊 升级的状态变得更好 每天就把这个姿势做一做 特别是孩子啊 很多孩子啊 一些行为习惯不太好 你就让他念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啊 对孩子啊 特别的友好 而且呢 还特别的简单 每天就这样念一念啊 念的时候啊 提醒他一下 收一下小腹 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整个人的状态 慢慢调子啊 就会变得越来越挺麻啊 这个驼背啊 肩颈啊 都会变得越来越好 体态越来越好 好了 今天这个动作啊 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感觉有用的话 一定要在视频下方回复 有用两个字 并且呢 点一下关注 我是大伟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条 非常实用的养生小视频啊 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